大家好 欢迎收看环宇新闻的新年特别节目 环宇朱世通 我是黄文维 节目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到 科幻电影里头常常看到的飞天车 现在是越来越有可能成真了 以色列的航空公司 数年来致力于飞天车的研发 不断的改良进化 现在他们正在研发一款叫做 城市营的飞天车 没有两侧的机翼 外形呢 跟车子非常的像 最快2021年就能量产上市 飞天车可能成真 现在无人机的用途也越来越多元 像是南韩研发一款水路冷漆无人机 可以在空中飞之外 还可以潜入三公尺深的水底 把所有的影像记录下来 而这个研究团队呢 接下来还要再提升 像是水质污染监控的任务 到路上交通 这闯红灯呢 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推出了闯红灯撞击测试 模拟车辆受到高速撞击后的表现 未来渴望成为新车评分的标准之一 不过很多人坐车就怕云车 为了舒缓这样的不是 法国汽车品牌雪铁龙 推出了一款防晕车无镜瓶眼镜 号称只要佩戴10到12分钟 就可以消除云车带来的恶心和不适 再来看到法国一家致命酒厂设计出了一种零重力桑冰 让这一款桑冰酒呢 有特别设计 可以让未来身处太空的游客 也可以举杯队影而不会洒出来 而拐杖也能够成为视障者的眼睛吗 埃及开罗有两名高空宣研发这一款智慧拐杖 配有GPS能够自动导航还可以侦测障碍物 把镜头转到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有学生发明了梦境操控装置多米欧 能够记录梦境也可以控制梦的内容 因为发明者相信梦境如果记录 说不定会启发新的创造力 计划到南韩旅游的观众朋友 也许可以期待一下在机场看到不同的新面孔 原来为了因应旅游旺季 韩国的人船机场 引进机器人负责导览 指引旅客想要去的地方 而这款机器人在21号正式开工前 也抢先曝光 人类不断的挑战创新制造大飞机 除了我们已经很熟悉的A380空8 以及波音747之外 其实全球都有许多不常见的巨型飞机 像是光是机翼就比中型客机 还要宽一倍的双体客机 还有可以用来载运太空缩的飞机 都相当的惊人 有一名土耳其女游客 跟男朋友到美国游乐园玩高空设施 一路还编自拍 没有想到一个不小心 把自己的iPhone从137公里的高空摔了下去 神奇也是手机还毫无法无伤 也让外界先起头论 说这该不会跟以耐衰文明的Nokia 3310有得拼吧 有国外的网站点出手机容易坏掉的11个理由 因为使用者的一些坏习惯有可能会导致手机过热爆炸 而99%的民众都做错的就是常常把充电座头跟USB线插在一起 这是缩短充电器使用寿命的主要原因 这些产品是越来越普及了 人体接触蓝光也是越来越频繁 台大医院营就发现长波长蓝光刺激8分钟之后 人体的交感神经会持续被活化 让人感到兴奋有精神长达一小时 因此如果睡前滑手机 恐怕就会延后你的入睡时间 如果您家中有拜拜习惯 又刚好小婴儿在家就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如果婴儿在烧香的环境中成长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的发展 再来看到心肌梗塞过去常被认为是老人病 不过近年却出现了年轻化趋势 有医师就曾经碰过一名26岁男性业务 因为常应酬喝酒作息不正常 不但有三高还罹患心肌梗塞 所以呼吁民众要注意作息 毕竟三高跟吸烟都是引发心肌梗塞的高危险因子 同路流传含有细菱的洗发菌洗流会导致掉发 不过皮肤科医师也辟谣 说细菱并不会阻塞毛细孔造成掉发 这样的说法并没有根据 好高温湿热的话 身心蔬菜容易腐坏 口感差甚至会影响健康 因此保鲜保存是一大课题 不同的蔬菜种类怎么放也有学问 接下来透过镜头 一块去看看专家的建议 说到这吃您是否有处理隔夜菜的困扰呢 如果您的储存方法去放在冰箱 会不会造成营养流失呢 这些常见的家庭问题可能都很常遇到 但是针对热菜隔夜菜 网路上也出现了五大迷思 哪些是正确的讯息呢 带你来分辨 大家都喜欢吃泡面又香又方便 但是您会把泡面汤喝完吗 如果会的话可能就得小心咯 因为里头那含量非常的高 可能会对肾脏造成严重负担 也有很多人喜欢吃油炸食品 不过这个美味的口感呢 却前仓巨大危机 因为食物经过高温油炸 会产生不好的人工反食脂肪 提醒爱食炸物的观众朋友 炸鸡吃多了 除了会提高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 最严重的恐怕还会食指 直到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看到 今年吸引超过35万人游览的清水圣地绿岛 除了有美丽的自然景观 现在还多了一个全世界最深的海底游筒 日本又再多一个绝美的夜景地标了 标高300公尺位在大阪的第一摩天大楼 阿贝也海阔天空大厦 目前开放夜间空中漫步 直接让旅客站到大楼的顶端最边缘 车子形状的冰雕不稀奇 您有看过可以开上路的冰雕车吗 254的闽男子因为太热爱车子了 就把家里的老旧吉普车改装 把旧车零件装上重达6顿的冰块车身 打造出全球独一无二的七彩冰雕车 75年历史的瑞典家具业者从小镇起家 近年来家具商更嗅到了新科技下的商机 像是跟苹果公司跨界合作AR扩增实境 还跟美国以及芬兰的新创公司合作开发 利用二氧化碳跟植物油制作生殖塑脚 大家都认为日本制造品质有保障 年代时的资源回收业深夜触角也扩及东南亚 回收的旧衣物出口百分百 废纸碗盘也都很受欢迎 垃圾变成黄金 业者就希望可以借此提醒民众 丢东西之前多想想并做好分类 让废弃物变成资源 说到资源回收 您知道吃完螃蟹剩下蟹壳 除了丢掉还能够回收再利用吗 美国科学家最新发明 以蟹壳跟木材制造出透明薄膜 可以取代塑胶 而且表现的效果还更好 感谢您收看这一集 环宇朱世通 祝您新年快乐 我是黄文伟 我们再会了